你也三一啦 哈哈哈哈 我坦白说哈 初老这件事情 并不是我们什么31岁还真的感觉到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第一次接触到初老这两个字的时候 是在看那个 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时候 我永远记得那是第一集的时候开始讲 然后飞出一段时间 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然后整个讲好几点 然后女主角崩溃想说 就是她整个就是被初老 就是困扰着这样 很可怕的是你初老这件事情并不是30岁才来 你觉得你的初老到底什么时候来 29前 但是接近29岁的那一种28岁 我觉得女生的巅峰就是27岁 对我认同 27岁之后你就会开始感觉到 就是有一种 开始那种缓降 你这个抖度是缓降的 就是 对啊 我知道我很常看剧 然后我还讲 大和拜金女 这又更久以前一天 松岛蔡蔡子演的 当你讲出一些年轻人都不知道的东西 是不是代表你老了 本身我这件事情也是初老的状况之一 不管那我要讲完 那时候松岛蔡蔡 她想要嫁给有钱人 然后她就说 我21 27岁以前一定要把自己嫁掉 然后人家就问她说 为什么是27岁 她就说 因为女生最美的时候就是27岁 好 我们今天赶快进入主题 初老的症状 你觉得有哪些 有一种冷是老了之后才会感觉到的冷了 我其实蛮不怕冷的 但是 这几年我开始会嫌冷 你还记得吧 怎么样 我就跟你说我好冷睡不着 有吗 我就说因为我脚好冰 所以我睡不着 然后而且那时候不是才刚睡觉是这样 是已经躺了很久 然后我都不会冷 我都要把脚去弄你的屁股 因为你的屁股很热 你会有一种不相信我是冷的 然后你其实是先拿脚来碰我的脚 然后被我脚冰到 这是我31 我要推回去 大概是在我28岁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前公司工作在土城那边 然后我们从北 我从北投到搭捷运去上班 然后我的包包里都会放两条围巾 你知道干嘛吗 盖膝盖 对他每天都会跟我说我膝盖好冷 因为我会 就是如果膝盖没有盖 我会睡不着 因为膝盖好冷 对 这凯很轻微 我觉得这真的很轻微 下一题 有一种累叫做老了才会觉得累 之前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讲说什么 过一条那种什么 新一路那种比较宽的 那种五条车道的马路 你走到对面就觉得 哦不行我好累 因为太阳这样晒 我就觉得我不行 接下来什么行程都与我无关 我现在只想回家 不不不我已经撇除掉这个了 所以的累就是 你没干嘛 你都会想睡觉 像我以前 等一下 我以前吗 不是不是 我已经想到你对我做了一些事情 然后让我觉得 我也感觉很老 对 就是我睡觉只睡了晚上 然后起床的时候我就会 一路蹭蹭蹭蹭 跑跳跑跳 可以燃烧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再睡 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开始会有这个需求 是不是 我刚想到 就是自从咱们年纪月长之后 你就会拍我一些现实动态 然后都是我可能就是 就是这样 拿着手机睡着 看剧看到睡着 对 好老哦 我真的 对 好来 下一个 莫名其妙的病症 就是老了之后才开始有 你还记得前一阵子 真的就才前两周 我跟我妹吃饭的时候 我妹说什么 我现在我也知道你 因为我不能吃太甜 重点是 她是吧 我认识你妹的时候 我大概 也二七二八 我那个时候就跟她说 我不能吃这东西 因为我胃食道腻瘤 她说 蛤 太蛤你了 对 蛤真的假的 跟你讲 年轻人就是不懂 胃食道腻瘤是个什么感觉 就是你吃了甜食之后 那你就发现 嗯好像不太消化 而且我跟你说 不只是甜食 有时候是咖啡 然后有时候是什么太辣 然后我跟你说 我有个超怪怪癖 就是 我不能喝热拿铁 我只要喝热拿铁 我只要喝热拿铁 就会胃食道腻瘤 你可能问我说 那冰的可不可以 我就只能喝冰的拿铁 你呢 你不能吃什么 我不能吃蒜头啊 一点点蒜泥提味可以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吃一个什么 那种整盘料理 几乎都是什么 蒜头很多的料理 我就不能吃 你还不吃这个 你现在晚一点也不能吃炸的 哦 应该是我炸 我不太能够吃以前的邪素鸡毯了 我现在只能吃那种 会固定换油的 就是麦当劳那一种 很快你的麦当劳都不能吃 我 我有这种感觉 你会觉得身体开始在排斥一些 不是那么健康的东西 你知道吗 我年轻的时候真的觉得我很屁一点 就是我一直觉得为什么 要这么养生这样很老 然后等我老了之后才发现 我是被迫养生的 这个是胃的部分 我跟你说还有眼睛退化 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在那边 划眼视力都很好 然后现在的时候眼睛还要 你有对焦问题 或者是光线啊 我要找一个什么光线 你真的有对焦问题吗 没有什么对焦问题 但就是光 然后或者是那种 那种防窥保护贴 年轻人可能觉得无所谓 我觉得 年轻人可能觉得很好用 这个防窥的 连我自己都防你 真的 防自己用太多手机这样子 我真的有同事拿给我 我觉得这个很好 真的它防窥角度很好 可是你同事应该是姐姐了啊 他跟我炫耀丸子的话 他没用多久 隔天就换成 换成透明的 来 有一种老是觉得 大学生年轻妹妹都青春无敌 自从到我这个年纪之后 我觉得大学生都长得一样 我懂 就是除了青春之外 我看不到其他的编织度 真的 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还在青春无敌的时候 刚进我第一间公司的时候 那种去采购姐姐的公司 采购姐姐一看到我 就是没有要讨论公司 他就是这样看着我 然后这样 你们好年轻喔 就是你知道 他那个发自肺腑的那种 你们好年轻 然后没有要谈公司 就先赞叹你的那一波那种 青春无敌的那个感觉 而且我很常就觉得说 采购姐姐这样跟我说 什么我很年轻什么什么 我们都会觉得说 可是我觉得 你们看起来比较好耶 你们看起来就是很 就是很干练啊 然后又漂亮啊什么的 还好你没有讲出来 还好你没有讲出来 不然真的你知道 你就是姐姐耳里很刺耳吗 非常刺耳 要是哪一个眉啊 跟我说什么 我觉得你这样比较好啊 那姐姐的魅力什么漂亮的时候 我只这样 反正真的会觉得 年轻妹妹都一样 然后那个腿 你看那个腿 你就知道那是年轻的腿 有弹性 那个肤质 很好 那个状态 他那个脸的样子 蓬蓬的胶原蛋白的样子 对 好来 有一种初老叫做 身材变得不一样 很容易胖 不容易瘦 这个胖有很多种 一种是真的胖 一种是容易水肿 你知道你年轻 像我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就在野室旁边 然后就觉得 那时候吃宵夜都觉得 还是很苗条 而不会变胖啊 然后结果现在不吃宵夜 我都觉得好胖 你知道吗 很常有一些长辈 在我年轻的时候跟我说 哎 你不要吃这个 你老了以后就知道 我跟你说 如果我是长辈 我跟你说 你年轻的时候 你多吃一点老了 你就不能吃了 是不是你现在很容易水肿 我很容易啊 每天早上起来都跟我说 老婆我今天脸好肿 你看我的土腿好肿喔 对啊 然后哪一天 他脸跟腿不肿的时候 他很开心 你看我今天脸都不肿 腿也不肿欸 就是肿与不肿 是完全是两个人的状态 来 有一种老叫做 听不懂年轻人的用语 来 他们现在有在流行说啥咧 跟你讲有一天 我就PO了一个现实动态 我就说 请问大家现在怎么称呼正妹 你知道大家说什么吗 他就说小姐姐 我觉得正妹存在于他们理解 但是不是他们会用的词 我觉得有一个是真的 上次余童那家伙讲了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妹扑 完了什么意思啊 我忘了欸 大家如果说什么是妹扑吗 我这个快疯了欸 怎么办 没关系啊 有时候流行就是这样 就是当你老到一个程度之后 他就又回到一个程度 所以你知道更可怕的事情是 就是到我这个年纪啊 就会开始发现 天啊 好像有种跟不上年轻人的时候 然后我就会去打开我所有的感官 去感受说 现在年轻人用语到底都从哪里来的 然后我就发现从抖音上来的 所以我可能真的就会开始看抖音 想说了解一下 年轻人现在都流行什么 然后当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说 天啊我这样子简直老到不行欸 那我现在要抱我自己一个料 我真的觉得我也有老到一个不行的时候 你干嘛 就是我最近想要买衣服的时候 我就会说 那我建议你可能要去看小红书 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大家都看小红书欸 而且我跟你讲 台湾人用小红书 我有发现 我有研究 好你说 就是台湾人用小红书 是不发文的 有点像是说 把运用小红书的东西 然后放回自己的Instagram上面 就是 你理解 就是找上面的流行元素 找完之后 就是运用到自己身上 怎么办我们在好老在那边 讨论年轻人都要在干嘛 笑一点快点 来喔有一种老叫做 越来越迷信 对我以前就是觉得 迷信老人这样才会在乎的东西吧 然后当你这个年纪到了发现 迷信好像真的 你知道吗 我一开始就是去庙宇里面啊 然后就是没什么感觉 可是后来我就 对于宝贝这件事情 我真的是不得不说欸 你以为这是几率问题吗 曾经学数学的时候 数学老师都会说 宝贝其实就是一个几率的问题 什么什么的 跟你讲 你去到你对的庙宇的时候 很可怕喔 你就会发现 他的回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 他说是的就是这一块 那是没有办法被考验的 我跟大家说 有一次我去观音苗 然后我就为了求一支签 你要先问观音说 能不能让我求一个签 问这个问题 能不能让我求一个签 然后他就说 他就说好可以 然后你就去拿一支签 假如说是二号签 你就要跟他说 欸观音请问是二号签吗 他就会跟你说 哦不是 或者是是 基本上一定要他说是 这个签才是你的签 然后你知道吗 那一次喔 我就是大概抽了 15个签喔 都没有一个圣杯 你知道这几率有多小吗 下一题 有一种初老叫做 脸部的29岁大官 你知道吗 这就是一种 你每天起来 你就发现今天比昨天更老 这时候别人看你可能看不太出来 但是 你们也知道很多东西 就是自己看自己非常明显 我那时候其实刚过27的时候 我刚刚也不是在说就是什么 我看什么大核败金举 大家都说27岁是巅峰吗 所以我心里本来想说 那是不是 27岁就会开始觉得自己变老 就是真的在29岁的时候 我就会每天照镜子都觉得 我是觉得自己长得不一样 然后直到我细细咀嚼之后 才发现天啊 是在变老欸 很难跟你们使用 但是我跟你说 这肌肤状况 非常非常的明显 然后你会发现 以前大学在用的那些包容品 完全无效 你会觉得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用了 恭喜各位 你要换成就是 抗老系列产品了 真的要跟大家推一个 我真的觉得超有感的 我觉得你们知道 抗老它有个 除了就是 紧致之外 我觉得保湿非常重要 然后保湿 又不能让你太油腻 又是重药中的重要 就是Kiehl's的系列产品 首先是这一瓶 直翠蓝钻 修护脊椎 它这个味道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超本 我们两个都非常喜欢 我一定要说 我一定 可以发言吗 好 你说 我很喜欢薰衣草的味道 然后你这样子弄在手心上面 你这样闻 跟你讲你已经立刻 你光闻那个味道 你已经整个就是一天的疲惫 都已经let go了 而且因为我们两个人 肤子不一样 像它 它是混合肌偏油吧 有的时候很干 然后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 就会很油 第一次不会很油 油到不行 我也是混合肌 但我是偏干的 就是敏感混合肌 然后用这一瓶 因为它很天然草本 所以我们两个人用的状况都非常好 你在用它的时候 它虽然是油 但它完全不油 而且它很好吸收 重点是很好吸收 我觉得非常好吸收 然后你就觉得它有一种 抚平细纹 然后提亮 然后保湿的那种感觉 等一下呢 我们就是直接保养 直接实测给大家看 然后而且我 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选这些产品 然后这些产品 离开的地方是什么 我们现在去卸妆 讚喔 又看到我素颜喔 但现在素颜很勇敢 就是因为我觉得 现在肤子真的变好很多 你不觉得吗 我们现在素颜的时候 毛孔都变很小欸 有一罐这罐 这罐这个毛孔小超强 等一下就给大家看 我们很喜欢脸了 是不是 洗完脸会先用这一瓶 超活效 青春精亮露 还有分层 所以使用的时候要摇 摇均匀 就这样 这罐很温和 它是天然成分萃取 能够代谢老肺角质 所以用起来脸就比较有光泽感 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喔 接下来是这一个 A醇全能 新生抗痕精华 这个啊 很厉害 大家知道抗老的时候 就是 给你 这样 这罐超强的 嗯 它可以让你的 毛孔 直接爱上 紧致 我会特别强调这 就是特别抹在这一块 这一块 因为这里很 往往是就是 毛孔比较大的地方 我觉得 然后要避开眼周喔 它这个其实呢 一天只能使用一次 A醇一天只能使用一次 建议是在晚上的时候使用 简单 我就是擦了这一个 然后老婆就会说 隔天就会说 看起来很年轻 这个真的会很紧致 你的毛孔就在隔天 会立刻变小喔 超夸张的 是不是 我有个痘痘 因为我还年轻 会讲青春痘 最后 最后 直脆蓝症 修护激脆 跟这个冰和糖蛋白保湿霜 我们会一起使用 一样就是 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说 这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 它可以就是提升你保湿度 你干燥的地方 它立即油干 然后它又不会油到 让你没办法继续使用其他的保养品 然后这个冰和糖蛋白保湿霜 就是锁碎的 然后我们这两个会一起使用 其实它是这样 按一下就把它吸起来 有没有 在这里 有没有 我跟你讲 我个的镜头可以闻到它很香 两滴就好了老婆 对不起 因为我真的都会弄比较多 我觉得这样 可以用手掌的温度 然后我就会开始 我就会开始 撕着 而且我脖子 对啊 重点是因为我脖子也会用 不好意思 本人的脖子比较 需要按摩一点 我就这样 我想这味道真的是 正在做SPA 没在骗 看是不是很亮 但是没有什么油油的感觉 我觉得它最厉害就是这样 就是 完美展示 什么叫做 这样我们晚上保养就好了 真的 如果 你也有 初老症状 肌肤感觉到 不再年轻的时候 好不好 这一组 这一组用下来 推荐你们 按照我们的使用方式用下来 保存你 有感 绝对有感 所以其实初老感受最深的就是 皮肤状况的变化 就是 其实就是最后我们讲的那点 就是 你每天早上就觉得自己长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干燥真的是 大恶魔 就是干燥会产生暗沉啊 还有细纹这些问题 我觉得保养就是要在 着重在保湿跟抗老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 现在除了保湿抗老之外 修护也很重要 所以就是Kiehl's这一瓶 直萃蓝钻 修护基萃 它就是可以cover 我们两种不同肤肢的人 去达到修护的状态 然后真的很推荐给大家 就是使用之后会 很明显的有感受 而且用量不用多 很节省的 两滴 像我两滴 如果你要在脖子的话 可以再多一点 好了今天我们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如果喜欢Kiehl's的产品 也可以去多加关注购买 好了 享受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